来关心昨天晚间一辆载运液态氧气的操车 在新竹县新峰休息站前 疑似因为轮胎起火燃烧 消防人员担心氧气助燃发生爆炸 所以动员了大阵仗的人马 出动15车31人和一台消防机器人灭火 因为是氧气操车轮胎起火燃烧 消防队可以说是如临大敌 为了安全起见 由消防机器人近距离涉水灭火 另外一侧则是由炮塔涉水灭火 火势在一个小时之后被扑灭 所幸当时附近的车辆不多 没有波及到其他的人车 至于操车轮胎为什么会起火 还有待调查离情